神舟12號載人飛船於9月17日返回地球 在東風著陸場安全降落 下午1點30分左右 神舟12號載人飛船返回艙反推火箭成功電火後 順利降落在位於內蒙古的東風著陸場預定區域 地面控制中心宣布 今次神舟12號載人飛行任務圓滿成功 三名航天員聶海星、劉伯明、湯鴻波順利出艙 狀態良好 神舟12號載人飛船於6月17日 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星空 開啟為期90日的太空生活 包括開展空間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 首次實施載人飛船自主快速交會對接等飛行任務 並成功開展兩次出艙活動 接駛 通行程度